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乌克兰最大的历史最悠久能够建造航母等大型水面建制的船厂居然宣布破产了 这让刚刚松一口气的印度差点晕过去 我们不知道是印度倒霉呢 还是乌克兰这家船厂沾到了印度的霉云而破产 总之 印度的这艘二手航母中期维护计划看来要泡汤了 居民问 为什么印度的航母不在自己的船厂里面维护呢 这就算印度的船厂赶接 印度海军也不敢送 看看那个建造印度国产航母的船厂吧 不但污水遍地 材料乱堆 建造的国产航母已经很多年了还是那个样子 一点能够服役的感觉都没有 而且最近船厂又连续发生多起重大责任事故 什么龙门吊倒塌 把在建造的护卫舰压坏 还是干船屋里面的在维护护卫舰居燃清 附了 还有厕所分辨长年卫清理结果 造成找细爆炸危害到在舰的航母等等 一系列搞笑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发生在这个船厂 就这样印度海军还敢将自己唯一能够使用的维克拉玛迪亚号航母 交给这个船厂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而这艘航母复杂改装的俄罗斯北方造船厂 由于接到了为俄罗斯海军库子涅佐夫号航母维护升级的业务 也没有空船位留给印度航母 这样导致了印度这艘二艘航母很快就要到为人好维修的地步 当然 中国网友的意见是来中国吧 中国有两艘这种航母的姐妹舰 基辅号和明斯克号 就是个民用船厂 也给你做4S大宝剑了 就说你印度敢不敢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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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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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